很多貓貓都喜歡去主人身邊 撒下主人 不過這隻英國短毛貓珠珠 還懂得撒上輪椅 因為它的主人Candy 是一位輪椅舞者 貓貓撞一撞 撞開了主人的心窗 2004年做手術 當時失敗了 整隻右手就沒有了 坐電動輪椅 整天都在家裡 差不多兩年了 跟我先生出去學輪椅舞 接著又收養豬豬 更加開朗一點 豬豬是Candy領養的第三隻貓 今年12歲 養寵物你又要給點愛牠 牠有活動 牠也會不斷你 很疼你 經常走過來好一下你 看法到我會弱點 不要再收起來自己 一邊學舞一邊養貓 Candy的輪椅舞步 還受到貓貓的影響 貓牠走路的儀態很漂亮 我跳舞也有些學牠 好像Catwalk 慢慢叫輪椅舞 和釣褲豬豬 自己斷亂到手的機能 回來 牠會走過來叫我 用很多按摩槌 跟牠按摩 牠喜歡按摩 右手跟牠鎖毛 變成活動多了 比物理治療還好 因為我們小炎麻痺症 塗腰是最弱的 例如摩低身 跟牠清潔貓沙盤 又要鬥起牠 那些動作都要做 日積列裏 就覺得腰都強了 右手重拾力量和信心 58歲的Candy 還去過台灣參加 殘疾人士選理 慶幸貓貓陪牠 重新振作 有時跳舞跳得不好 都會跟牠伸 背望著你 好像聽到你說話 看到牠那麼乖 伸完之後 我又覺得沒事了 我希望繼續照顧牠 希望牠健康康 希望可以給牠多點愛 Candy是慈善機構 香港復康力量的會員 機構激勵殘疾人士發展 還希望多些人知道 寵物幫助殘疾人士康復 機構在這個月賣期日 招募公眾做賣期移工 移工還可以帶自己的寵物 一起賣期家 我們在會裏面見到 有很多會員 可能在照顧貓、狗 陪伴很多年 鼓勵牠們一起去康復 令牠們做到一個照顧者的角色 幫牠們將來融入社會 是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可以大家 帶著你的狗狗 一起來到賣期 一起去支持 殘疾人士福建 我們主力幫牠們探索工作 職善培訓 從而肯定牠們的自信 和自我價值 那些培訓是需要支援 在在需要支援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